我们在联系中在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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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中在联系中 而参与方式也很简单 只要回答单纯的十个问题 不会涉及在美身份等敏感问题 月星报道 确保人人被数到 是今年人口普查的口号 普查局负责人 今天在南湾Santa Clara表示 今年的人口普查万卷 比往年更简单 只需要回答包括姓名 年龄 种族 家庭人数等 在内的十个基本问题 绝不涉及民众的社会安全号码 以及是否具有合法留美身份 而表格更绝对对外保密 因此民众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我们问的问题很简单 所以没有问到很敏感的问题 好像你的功课号码 你有没有兴奋 你是什么兴奋的问题 也没有问的 是完全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人口普查宣传车 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 形成15万英里 抵达全美800多个地方 成为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政府宣传活动之一 依照宪法美国每十年 进行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 结果将影响到 各州联邦众议员人数 以及各地所获得的 联邦拨款金额 因此参与普查 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如果你想有更好的 住宿环境的话 你就要参与啊 而且也是影响到 我们在国会里面的声音 所以如果说我们希望 我们中国人在社区 有更大的影响力 我们一定要参与 就是让政府知道 我们有怎么多的华人在这边 普查问卷将会在 今年二三月份陆续寄出 26台记者月星 在南湾Santa Clara的采访报导 首都华盛街